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是真的 明天就是周末了 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呢 就是在家或者出去走走啊 好 是吗 那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西西小姐不跟我一起返回会场吗 我想大家一定等得很着急了 西西直在反应过来 跟着尹思辰一起返回了宴会现场 好 我跟你一起去英国 可是我不能去太久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我 我有孩子了 我不能把他们丢在家里太久的 这个男人实在太过可怕 他绝不能跟这个男人过从生命 天直到他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沦陷了 不如说自己有孩子了 让对方彻底的远离他吧 好 西西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 他不在意 自己都说自己有儿子了 他竟然不在意吗 还是说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只是个误会呢 只是个误会啊 看来是他真的想多了 也是啊 他冲几两就是个普通人 云家在文化界载牛 可是单纯的论财富值的话 放眼整个世界 还真的就不算什么 况且现在 云家经济收缩 在国内都是排不上号的 更别说在国际上的排名了 而云家不同 不仅在国内大名鼎鼎啊 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那可不是任何一个小家族 所能比拟的存在 莫名地松了口气 幸亏提前看清楚了一切 不然 自己真的就是要想多了 啊 儿子们表现得不错呀 误会结束以后 西西被尹丝臣的助理 送了回去 小A在前面激动地开着车 西西在后座上 慵懒地休息 西西看着车外面的景色 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总觉得这样的画面 似曾相识 好像在不知道 哪个记忆的深处 自己也曾经这样坐着 由助理开着车回家的 西西小姐可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没事 我只是觉得 眼前这一幕好像有点眼熟 能不眼熟吗 在三年前 她可是经常开车送少奶奶的 说明这是缘分呢 我们家总裁 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 她只对有缘分的人 才会多说话的 是吗 我家总裁出席任何场合 都没有女伴的 西西小姐 是总裁唯一的女伴 我可是听说了 颖总在三年前出席宴会 那都是带着夫人的 只是离婚以后 就没有女伴了 所以说起来 我不是你们家总裁 唯一的女伴呢 小A刚想说 那个人也是西西呀 同一个人呢 可是她还没开口呢 西西马上又说道 啊 你在这里停下就好 我儿子们晚上啊 要睡前喝牛奶 正好家里没了 我买一点带回去 小A果然非常听话地停下车 她很想替西西付钱 却被西西拒绝了 买牛奶这样的小事 她还是搞得定的 看着西西抱着一大堆的牛奶和零食 小A忍不住说道 西西小姐 对小少爷果然很好 那时那时啊 你是没有看见 我家的两个乖乖儿子 那绝对啊 是人见人爱的 小A笑了笑 她何止是见呢 天天见呢 第二天是周末 三个人在床上 赖床赖了半天 这才起来 妈咪 我们今天去哪里呀 妈咪 今天我们是要出门吗 乖乖地穿好衣服 今天带你们出去玩 听到可以和妈咪一起出去玩 吟义涵和顾苗眼前一亮 要知道 这个事情 那可是成了哥俩 这两年来最大的愿望了 能够跟妈咪在一起好好玩 能够跟妈咪在一起好好玩 那是最幸福的事情 爹地总是很忙 总是看不见她的身影 别说出去玩了 就是能在一起吃顿饭 那都很难 看到别的小朋友 可以跟爸爸妈妈出去玩 他们很羡慕的好吗 现在 妈咪说 要带他们出去玩呢 妈妈 我们是要去哪里呀 我在郊区有个小房子 还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呢 有鞦签 还有花圃 还有菜地 那边晚上啊 最适合看星星了 今晚呢 我陪你们一起看星星好不好 你们的干妈呀 随后会来 还会给你们摘最新鲜的水果呢 妈咪真好 不用嘻嘻叮嘱 两个小包子自己就穿好了衣服 眼巴巴地站在门口 就等着出发了 不用嘻嘻叮嘱 两个小包子自己就穿好了衣服 眼巴巴地站在门口 就等着出发了 喂 罗娜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什么 啊 好 我知道了 哦 我打算带着儿子们去郊外玩玩 现在春暖花开的 真是出去度假的好时光呢 我开车去啊 你也过来吧 法国就这么大 还能去哪啊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快点过来啊 少奶奶带着两位少爷 去郊区度假了 那一片郊区治安似乎不太好 已经有二十个保镖 暗中跟了过去 那一片的治安 确实不怎么好 那边曾经 还是我们的据点之一 我们也过去 住在隔壁 是 是 总裁 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小房子 还真是西西买下的 以前是觉得风景好 价格又不贵 就随手买下了 但是 还真的没有怎么来这里住过 西西临时决定 要带这孩子来度假的时候 就给保洁公司打过电话 让他们提前来打扫过卫生 所以 三个人一进家门 就是窗名激进 鲜花摆在餐桌上 透着一副 惺惺向荣的生机 哇 妈妈的小屋子好漂亮 燕子里 种着草坪 还有一个漂亮的鞦韆 鞦韆架下 是一个小小的花圃 在这个灿烂的春天 花儿开的正宴 不远处 还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菜地 种了一些 从华夏带来的蔬菜 尽管这个房子很小 可是真的 好温馨的 尤其是妈咪 借着围裙在厨房里 做饭的画面 简直 不要太美啊 燕玉涵跟姑苗 站在花园里 正好可以看到 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哥哥怎么办呢 我突然真的不想 妈妈回到爸爸身边了 我想跟着妈妈呢 这两天 妈咪因为我们的陪伴 似乎开销了不少 如果我们就那么轻易地离开了 妈妈大概会难过的吧 玉涵 别忘记我们的目标 让妈妈回到华夏 我们不就可以两成其美了吗 唉 我们可以刷爆妈妈的好感度 可是让妈妈回国 太难了 你说爸爸那边的进度 怎么那么慢呢 什么时候再能够让妈妈 重新爱上爸爸呀 我们一起追妈妈 应该可以很快的吧 不过 玉涵 我们现在似乎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嗯 什么事情 尹玉涵抬头看着顾苗 顾苗冲着尹玉涵怒嘴 尹玉涵转身 看了看周围 瑞涵沉思 眼神突然一暗 你是说 这里是巴黎地下 我的交易地点之一 不是吧 这么巧 可不就是那么巧吗 可是我们的好妈咪 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一点 今天这个日子 正好是一个月一次交易的时间呢 看来 我们要提前布置一下了 你居然如果不长眼 波及到妈妈头上的话 我们就送他们上西天见上帝吧 好 顾苗毫不犹豫地点头覆盖 伤害妈咪什么的 都去见上帝吧 别玩了 进来洗手吃饭 西西招呼两只小包子进门吃饭 两只小包子在进家门的时候 就听到隔壁的房门前停下了几辆车 尹玉涵跟顾苗看清楚车牌以后 眼神是各种诡异 爹地竟然也来了 得了 今晚估计是真不太拼了 爹地过来 那些人肯定也会得到消息的 你猜 他们会不会对爹地动手啊 他们 自寻死路 不过 有爹地在 妈咪安全了 我突然明白 爹地为什么来了 顾苗表示不懂 英雄救美啊 电视上都是这般讲的 你想多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银玉涵确实想多了 顶思辰之所以跟过来 还住在隔壁 还真不是英雄救美的 而是呢 要把这个英雄救美的重任 交给他们 而他呢 只是来看热闹的 没错 他们的爹地大人 只是来看热闹的 他现在 只需要用美男剂就够了 完全不需要 英雄救美这个技能 他们的爹地 就是来激发西西心底的母性的 让他对这两只包子 一辈子都放心不下 然后不得不乖乖地 飘进富黑总裁的陷阱 美美地吃了午餐 趁着西西整理房间的时候 银玉涵跟顾苗 以在院子玩为借口 在自己的房子外面 布置了不少的警戒线 那些交易商 懂事的不来打搅 也就相安无事 如果有不长眼的来占便宜 银玉涵影小少爷 会让他们明白一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 顾苗在这个房子的每个角度 都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 所有的死角 都在顾苗的笔记本当中了 西西一直以为 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游戏 也就没有当回事 她亲自布置好了 两个孩子的孩童房 还把专门看星星的阳台 给擦得干干净净 铺上了一个白色的地毯 一想到晚上 就可以抱着两个小包子看星星 西西的心情那简直美好 到了极点 哎呀 累死我了 穆罗娜一进门就嚷嚷 其实她不嚷嚷 顾苗也知道她回来了 从老远 就从监控里看到了好吗 干妈 银玉涵跟顾苗同时 甜甜的开口叫人 乖宝贝 一天没有见干妈了 有没有想干妈呀 干妈还说呢 昨天傍晚说走就走了一天一夜 干妈说话不算话呢 干妈明明说出去一会儿的 可是这个一会儿已经是二十四小时了 穆罗娜有点尴尬呀 儿子太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 穆罗娜有点尴尬呀 儿子太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呀 谁能想到 上科那个混蛋 竟然找到了巴黎 她如果不是为了躲着上科 她哪里用那么辛苦的躲着呀 娜娜 你可回来了 我让你带的水果呢 啊 在车上呢 看在干妈给你们亲自采沾水果的份上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干妈知道错了 女人果然好麻烦 顾秒深表赞同 穆罗娜扑着一声笑喷了 对了干妈 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外面 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呢 奇怪的人 没有吧 穆罗娜歪着头想了想 难道我们不是奇怪的人吗 啊 对了 我来的时候呀 路上确实好像看到了有几个 表情阴森的男人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过来的呀 颖约寒很快看了一眼顾秒 顾秒不着痕迹的点点头 两大两小开开心心的吃完幸福晚餐之后 就到阳台上吹风看星星去了 妈妈 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 是不是也是母子两个呀 是啊 传说中 他们的确是母子呢 因为希拉的破坏 他们永远都不能够降落在地平面以下 妈妈 我向你保证 这辈子永远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我们不会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的 颖约寒向来顽劣的表情 也跟着变得凝重几分 点点头 但是没有说什么 干嘛突然这么严肃啊 颖约寒跟顾秒对视一眼 如果没有估算错误的话 麻烦用不了多久就会来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相信我们好吗 好啊 希希压根就没想那么多 顺着她的话说道 我相信你们 住在隔壁的尹司城 此刻也在阳台上看星星 只是两家的距离有点远 所以大家互相看不到罢了 他们那边果然动手了 等颖约寒和顾秒一进房间 顾秒马上掏出笔记本 持纸翻飞输入了自己的指令 直接控制着卫星锁定这一个街区 很快就找到了交易的地点 颖约寒在旁边快速的组装了 不少便携又强悍的带来消音器的手墙 顺便她准备了不少的微型弓弩 每一支弓弩上面都是涂了剑血封喉的毒药 顾秒将镜头拉大 直接计算出了今天交易的两方带了多少人 今晚看来会很热闹 今晚看来会很热闹 顾秒一边敲击键盘一边说道 今天交易的可能是一个恐怖分子 他拿了这批货 估计是要灭口的 对方人也不少 这个家伙未必就能够全身而退 他的逃跑路线经过我们的家门口 玉涵 你那边的准备做得怎么样了 放心好了 有我在 他进不来 再说了 不是还有你的 两个人就像是在玩一个游戏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紧张的气氛 如果西西知道这一切的话 一定会悲愤的揪着孩子的daddy质问一声 你就是这样教孩子的 还有十分钟 顾秒根据对方的走位 直接开始倒计时 袁玉涵已经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将手里的全部装备都安装到位 不怕你们来就怕你们不来 某小少爷表示完全不拒 西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得 睡得正像 就在这个时候 就离他们家不远处的一个街区 突然发生了一声爆炸 紧接着是一片杂乱无趣的枪击声 西西一个机灵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西西一个箭步就冲出房间 用力的拍打了一下沐若娜的房间 尤娜 附近有危险 你赶紧躲起来 我去看看孩子 西西光着脚丫冲下楼梯 一把打开了孩子们的房门 看到两个孩子还在睡觉呢 西西这才放下心来 妈妈 怎么了 西西马上冲到了窗户边 赶紧的关好门窗 拉好窗帘 小声 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家里有人 乖 跟顾苗过来 到妈妈这里来 别怕 有妈妈在 妈妈保护你们 西西将尹玉涵和顾苗从被窝里抱起来 光着脚 捏手捏脚的离开了房间 准备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 尹玉涵跟顾苗顺从的跟着顾西西 躲到了一个杂屋间里 妈妈 妈妈说要保护他们 妈妈终于承认 她是我们的妈妈了 尽管妈妈很弱 可是被妈妈保护的感觉 真的很好 这个时候 穆苗娜也光着脚 从房间里下来了 手里握着一把猎枪 站在了客厅的位置 时刻准备着 一旦有人入侵 就准备开枪滋味 比起兮兮的胆战心惊 穆苗娜却是在思考 他们的行动 绝对不会躲过尹思辰的视线 他们现在在哪呢 尹思辰是绝不会放任两个孩子 置身行径的 这附近一定有尹家最精悍的保镖才对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了 似乎是朝着这边过来 你们听着 如果一会儿有人冲进来了 我跟你们干妈 拖住他们 你们赶紧逃走 知道吗 花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地窖 地方很小 只能躲开你们两个 你们一定要残好了 千万不能够被对方发现 那妈妈和干妈呢 我们没事 我们是大人 我们会没事的 为什么心底酸酸的 就在这个时候 尹玉涵埋在外面的地雷 骤然乍响 整个房子都是跟着震了一阵 西西更加用力的抱紧了两个孩子 生怕他们会害怕 穆罗娜那也是一身的紧张 不管尹家的保镖在不在 他都要保护好他们母子三人 外面的爆炸声截二连三 外面响起了一阵受伤的闷哼声 还有不少人的咒骂声 法语骂人骂起来 那也是挺狠的 你们竟然在这里还生了埋伏 好 很好 这个仇 我们结定了 怕你们不成 小黑城 你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错 老大 这些雷到底卖了多少 我们的人损失了三分之一了 真没想到对方的队伍里 竟然害潜伏着雇佣军 这些手法都是在战场上玩的 我们上当了 那我们怎么办 那些人都要追上来了 那边有个房子 我们进房子里躲一躲 轻轻要是不干挺了他们 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混下去了 那群人的脚步声 愈发的清晰起来 显然都是朝着西西这个房子 靠拢过来了 这里的房子虽然不多 可是 那居然为什么不去别的房子 单单是要来自己的房子呢 他只是带着儿子来郊区休闲一下 这是招谁惹谁了呀 干嘛非要跟他过不去呢 穆若娜直接端起枪 上了子弹 直接冲着门口的位置 只要他们敢进来 他就敢开枪 干嘛好帅 别出声 一会儿我跟你们干妈一起拖住他们 你们两个就 妈妈 妈妈 别小看我们 有我和顾苗在 没有人能够伤害得了你们的 好 你们一定要好好长大 长大了保护妈妈 妈妈 等你们长大 严宇涵和顾苗无语了 妈妈好像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呀 被妈妈鄙视了怎么办 再先等 希希 你带着孩子去院子里藏起来 他们要进来了 穆若娜的手指已然搭在了扳机上 随时击巴 孩子们 快走 我跟你们干嘛给你们断后 快点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的脚步声突然一停 接连传来了几声惨叫 她听到窗户外面也有人了 现在 谁都出不去 希希下意识地将两个孩子 拉到自己身后 哪怕这样 并不一定有用 但就算是死 她也要死在孩子们的前面 感受着被妈妈保护的性情 隐隐寒向来顽劣的性子 此刻完全收敛 她就那么沉浸如水地站在那 可惜 希希背对着她呢 没有发现 隐隐寒此刻的气势 竟然像极了隐私沉 穆若娜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扣动扳机 将一个靠近门口的人 直接打飞 你们有埋伏 请我们在这包围 紧接着 外面接连发生了连环爆炸 紧接着 外面接连发生了连环爆炸 轰轰轰 大晚上踩雷什么的 简直就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是来自华夏的游客 如果你们再敢往前走一步的话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为了验证穆若娜的话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的惨叫声 有毒 顾苗很快看了一眼尹玉寒 尹玉寒在药剂学上的天赋 简直是无人能及 调配毒药什么的 毫无压力 外面一群人 疯狂地拉动枪栓的声音传了进来 他们显然是把屋子里的人 都当成了同行了 能够布下如此诡决的雷区 能够设置下如此刁钻的陷阱 除了特种兵 那就是雇佣军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住在隔壁的尹司臣 还在看热闹 嗯 没错 他在看热闹 嗯 没错 他在看热闹 房间里的所有画面 都没有躲过他的眼睛 顾苗在装监控的时候 顺便把自己家的监控 也连接到了 daddy大人的电脑上去了 所以 整天整晚的画面 尹司臣都是收入眼底的 小A和其他助理站在旁边 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可是自家总裁 就是老人在在的 完全不担心啊 他在心里面对他家总裁嘀咕 那边屋子里的可都是总裁的心肝肝肉尖尖呢 不管是那少奶奶还是小少爷 那都是总裁的心肝肉啊 总裁这么淡定 真的好吗 此刻的尹玉涵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遥控器 有条不稳的按下了一个按钮 下一秒 门外猛然爆发了一阵更加剧烈的爆炸 西西站在那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波的威力 西西脸色苍白的看着外面 就刻的他真的好绝望 外面那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如此的凶财呢 当然 西西一直以为外面的爆炸是对方弄出来的 压根就没想到 这些爆炸设置 其实是隐喻寒的手臂 里面的人听着 我数十个数 全部走出来 如果不出来的话 我就用火箭筒 轰卫出的房子 对方是下了本钱了 而且也坚定的相信屋子里的人 绝对是跟今天交易的那伙人是一伙的 他们已经把交易对手给干掉了 没想到 这个屋子里竟然还藏着同伙 今天不把屋子里的残党吗干掉 那么今晚的事情 一旦走落风声 剩下的事情 那可就不好办 我们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不 不行 我死没关系 孩子们不能就在这 仲娜 我出去 你带着孩子们快逃吧 逃你妹啊 这里都被包围了 我们往哪逃啊 这边都发生了这么激烈的战斗了 尹思辰的人呢 怎么还不出现 尹思辰你大爷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老婆孩子现在这么危险 你在旁边看热闹真的好吗 老娘知道你的保镖就在附近 你不赶紧让你的保镖出手 你几个意思啊你 真以为老娘光靠手里这把猎枪 怎么干停了外面那群亡命之徒吗 惨在这个房子都被包围了 那怎么办 投降是死 不投降也是死 就在所有人身受折磨的时候 外面终于有转机了 四个杀手从他而降 他们四个甚至没有动用武器 只靠手里的引兵器 便一刀一个解决了全部的人员 要说为什么房子里的人 能看得那么清楚呢 那是因为刚才的爆炸 外面燃着熊熊火堆 想看不清楚 那都是男的 那四个从天而降的杀手 干净利落的 干掉了那几个凶徒以后 没有留下一个字 就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木若那手里的猎枪 猛然吹下 他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臂僵硬 酸到不行了 刚才真的是太过紧张 他虽然会射击 可是从来没有杀过人呢 如果那几个人再不出现的话 他真的不保证 自己不会崩溃 现在外面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可以出去查看一下现场 你们不要出来 我跟你们干妈出去看看 乖乖在家等着 不等孩子们有所表示 西西跟木若那 已经小心翼翼的打开了房门 言语喊赶忙讲那些 还没有引爆的炸弹全部熄火 要是误伤了自己的亲妈 那才叫憋屈呢 顾苗却没有在原地停留等候 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屋外是一片的残烈 到处都是被炸过以后的狼藉 原本平整的地面 此刻是坑坑娃娃 伴随着一股血腥气和残肢断壁 西西跟木若那差点当场就要吐出来了 他们就算胆子再大 也只是个女人而已啊 如果不是为了屋子里的两个孩子 他们估计连走出来的勇气都是没有的 明天警方过来调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说呀 实话实说吧 反正我们是受害者 西西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 可是却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西西不知道的是 警察不是没收到这边的消息 而是有人刻意跟上面打过招呼了 这边警察不必过来了 没错 就是尹思成的手品 就在这个时候 顾苗突然尖叫一声 妈妈 小心 西西一回头 却只来得及看到一个被炸得全身鲜血淋漓的歹徒 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弓弩 弓弩的弩剑对准了他 西西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从来都没有直面这样的危机过 刚才在房子里 就算是再危险 那也是隔了一个房门的 而此刻 这个歹徒 手里的弓弩正对准了他 他一脉腿 却发现 竟然该死的腿软了 一个猎解 西西一下子就摔倒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那个歹徒 已经一脸猙獰的 朝着西西扣动了手里的弓弩 妈妈 不要 顾苗 不要过来 幻影遗落 一个小小的身影 一下子从旁边 扑进了西西的怀里 妈妈 顾苗又小的身体猛然一动 不过来